假如你向东京居民打听,法式料理店和面包店分布最多的地方,他们大约会一口同声告诉你,当然是神乐板了。 神乐板被称为东京的小巴黎,是法国驻日大使馆的旧职,因此这里分布了各种法式料理和面包房。 神乐板不属于富人区,同样也不属于庶民区,这里是有态度有情怀的烟火人间,位于东京闹市之中,却拥有城市含有的祥和。 环境优美,融合西方元素却又保有日本传统文化,是处新旧历史交融的特别区域,这是一片中产居民区。 生活气息浓厚,不仅深受日本人喜爱,也深深地吸引外国人士,只是走在这里就能感受到悠闲的日本风情。 神乐板每年都会举行祭典阿波勇武,一季表演和大江湖巡礼等。